歡迎您再度來到中間車廠家 我是您的速箭書所顯明 今天我們再度接出來這台福特的Mondell Hybrid Wagon車型 今天我們要測試九份一日油 到底這油壓數是怎麼樣呢 首先我們剛剛已經把這個油的加滿了 我們加了5.25公升的95 5000汽油 現在油價真的有點貴 所以這個Hypergy車型還不錯 但從這邊往九份走 會經過高速公路 山路還有都會市區 尤其是瑞芳超級的巷弄 油壓數字還會這麼漂亮嗎 像明廠所講的高速27平均20.1 而且市區17.4嗎 實測就知道了 走吧 九份一日油 走 今天我們測試的方法 首先第一個我們來對比一下它電腦 行車電腦上面我們先把它油壓數字給歸零 我們待會到九份再折返之後 我們會到同一個加油站 同一支油槍找同一個加油員 我們來測試一下 所開的里程數以及所加的公里數是多少 藉此來對比行車電腦裡面的數字 就可以得到最真實的答案 現在我們上了這個國道一號 把這個Mondel Hybrid Wagon 開上了高速公路來 它呢 中向馬力達到187匹 但老實說搭配這個非常緩和的 CVT的無段自動變速箱 從腳踏到切上來 要上到主線道呢 就算全油門的加速 它要切進主線道 還是有一定的難度 畢竟這台車是高達1682公斤 187匹不是很夠用 但這台車主要是節能嘛 對不對 等到你速度提上來之後 像現在的定速巡航在高速公路 國道一號上面 以時速速線內的80到100公里這樣開 它的油耗數字呢 就快速的提升上來了 而且是提升得非常明顯 數字從15.2、15.3、15.4、15.5 哇 超省油 而且是觸目可及的 因為現在呢 你看 定速巡航之下 我們現在用的是純電行駛 用腳輕輕仔 維持它在電動行駛的狀況之下 時間長一點 甚至比你開啟它的Corepire 360 Technology 定速巡航還要來個省油 取決於你的腳啦 因為它定速巡航的時候 它自己呢 也會偶爾的加速把引擎給啟動 但用腳去控制讓引擎不啟動 這是個省油的小訣竅 而且加上呢 它這台車 它就連車窗玻璃都是加厚的 不相信的話呢 你下次去展間裡面 把這個Mondel車窗搖下來 用手摸摸看 它的厚度呢 比起一般的日系車呢 真的是厚了至少有 1厘米到2厘米左右 甚至呢 比起的Kuga 比起的Focus 它玻璃還要來得厚 聽著聲音就不一樣了 所以風切聲 它主要不是來自於窗戶 而是來自於A柱 或是其他地方讓我們串進來的聲音 但玻璃的隔音相對非常好 而且它底盤 跟路面上面的那種 拍照的隔絕度也非常好 什麼都好 也省油 也安靜 高速公路上面187V也算有利 但是高速公路上面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 這台車 它並不具備有Level 2的半自動駕駛 它只有福特的Corpus 360 Technology 就是呢 30到200的ACC自動跟車 另外 它只有車道維持 就像乒乓球一樣 碰到邊線會彈回來 把你拉回來 方向板把你扯回來 但並沒有車道至終的功能 剛剛我們結束了高速公路 還有快速道路的這樣的油耗測試 它里程一公升可以跑22.2 比起官方數字高速27 當然不可能達到理想數字 但是呢 高速公路上面一公升可以跑22.2 也已經夠恐怖了 而現在我們來到的是瑞芳的市區 因為它是一個Wagon車型 在市區的窄項裡面 我覺得特別要注意的是 它的超長軸距所造成的內輪差 因為這台車它的軸距是達到了2850mm 所以表示說你在載向裡面轉彎的時候 千萬要切記所謂的 投過生就過的概念 就是說一定要車頭 往前吐多一點點再轉彎 因為畢竟它內輪差真的是比較大一點 像這個小巷子 我們現在左轉 轉過去你要特別小心你的內側 但軸距場換的好處是 不管你是高速還是市區 開起來是特別的沉穩 而且這台車在市區裡面開 我覺得現在是滿油的狀況 加上它的Hybrid電池模組 就在車屁股 所以我覺得它開起來反而有一種 後軸異常沉穩的感覺 再加上上坡的時候 然後這個CVT的無段變速 它的退檔反應 事實上那種模擬KIT DOWN的反應 還滿快的 但是畢竟它引擎本身的馬力只有140匹 而中下的馬力也只有187 而且它扭力其實也不大 中下的扭力也只有17.6而已 所以說踩起來感覺真的不是那麼的有力 在長時間爬山的時候 所以這台車它是比較適合都會裡面來使用 所以說現在買這個Mondeo Wagon 兩派人馬 一派去搶購ST-Line的柴油版本 但是那129萬9比較貴 比這台貴了20萬 另一派的節能拿來接小孩 假日出油的只是搶購這台109萬9的Hybrid 油電版本 如果你真的曾經開過Lessus 或Toyota的油電車的話 這台車開起來 簡直可以說是一模一樣的感受 唯一的差別在於 這台車它的引擎啟動之後的感覺是格外明顯 尤其當你從剛剛都市高速 到現在的山路上面 它長時間的引擎發動的狀況之下 事實上它的震動感 的確是比較強烈 尤其在你適應的純電 或是油電模式之下 畢竟它不是性能車 而是一台節能車 而且真的非常節能 現在爬山 1公升還有17呢 超棒 果然我就知道來九份這邊 一定會下雨 這種綿綿細雨的感覺 但是呢 如果說假日開這個車 來九份這邊一日游也不錯啊 好有悠閒感喔 尤其在之前試過FocusST以後 走下去看一下 我們總算從九份回來了啊 又開了山路又開了市區 而且呢還開了都市 塞在瑞芳的這個熱鬧的街頭裡面 現在我們再度回到了同一個加油站 要用同一支加油槍 找同一個加油員 來測試一下到底 我們能夠加幾公升 再處理我們的里程數 試試看 來吧 超省的啦 我們這樣子 從九份 從內湖開到九份 山路 都市 高速 這樣才用了 3.497公升喔 這樣很省耶 超省耶 3.497公升 然後你看一下我們前面這邊 我們現在我們總共里程數啊 我們開了 54公里 然後用了3.497公升耶 我們來除一下好了 我們54公里 54 除以 3.497 1公升 可以跑15.4公里左右 這是真正的加油相除的 而裡面呢 這邊呢 看一下 20.6 對比一下 真實的是15.44 電腦顯示的是20.6 其實我應該比較相信這個數字啊 而且這個也接近了所謂的 原廠公佈的所謂的 市區裡面1公升能夠跑17.4公里 我覺得還是滿省油的啦 對不對 我們剛剛又跑山路 又跑都會 對不對 超棒 讚 實測 15.44 讚 heeft 辭 是 我們 有 我們 有 來 我們 廣告 我們 愷